味道调查员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 探寻那种可以成就很多美食的神秘植物 以及用这种植物制作的元旦美食 大姐们告诉味道调查员 要想成功揭秘就要找到王代忠大哥 他是用这种神秘植物制作元旦美食的高手 王代忠大哥 陈老弟 咱们来这儿是准备干什么 踩一下什么东西是吗 我们踩这个叫种植盐 叫种八盐 我们可以用这个做菜 那咱们去踩一点吧 好吧 您教教我怎么踩 好 这样的啊 这不是乱揪的 那你揪不来这样揪不来 要这样再折一下 你看很脆的很快的 你看我们这片八盐是不是很茂盛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会经常在这里踩 对 踩完之后呢 它才会越长越好 是的 是的 来 会 王大哥所说的种八叶 其实是弱叶 因为福泉人常用它来包粽子 包瓷叭 所以就给了他一个爱称 种八叶 王大哥说 刚摘下来的种八叶 枝叶翠绿 自带清香 砍下的杆 也是制作元旦美食 所必须的配料 王大哥要用种八叶 种八杆 制作什么样的美食呢 好 王大哥 柴老弟 咱们这个食材都准备好了 对 今天准备给我们大伙做个什么菜 八叶脆皮羊脚 在每个节价日 都有很多很多八叶脆皮训练的美食 还能做八叶脆皮猪脚 阳脆皮 柳脆这些 这个八叶呢 我们属于从山上摘下来把它清洗干净 把这个水烧温 然后我们现在放 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加大火啊 要闻到这个香味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水拿出来 据王大哥说 很早以前 生活在福泉的奢族 不依族人 就已经用种八叶煮水 制作肉类美食了 味道调查员还是想象不出来 种八叶煮的水 跟羊蹄要如何搭档 制作元旦大餐呢 你来闻一下 很香的 你闻一下 怎么形容这个味道 它是特别柔的那种清香味 哎呀 你是大师傅咯 不敢不敢不敢 一闻就知道我们这个东西了 你这个图记我收定了 就是很柔和是不是 嗯 更多的其实是有一点 这个甘蔗水那种味 要是一会凉了 你喝它一口啊 那是非常舒服的 夏天还能解解暑是吧 夏天减暑 对 你怎么就懂这么多啊 新鲜的种八叶清洗之后 放入锅中炖煮 在热力作用下 种八叶中的植物香味 被激发出来 种八叶水与羊蹄 到底如何结合呢 就这个盆把它腌制啊 腌制一下 腌制呢 我们就用这个白酒 一定是53度以上的 它能够去腥 然后我们就加盐了 还是要搓是吧 要搓了 要搓了 用白酒揉搓羊蹄表皮 起到减少膳胃的作用 之后再用盐进一步揉搓 使羊蹄表皮入一层底胃 接下来的腌制 就要用到种八叶水了 还要用熬制好的这个八叶水 淋到上面去 让它慢慢入味 这样 那这个腌制多久呢 36个小时啊 36个小时 如果腌制其他的这个鸡肉 也是这个方法吗 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实际不一样 羊蹄加入到带有植物香味的 粽八叶水中腌制 按照食材的特点 腌制的时间 有着明显的区别 羊蹄 牛蹄 猪蹄这样皮质较厚的食材 需要腌制36个小时 到60个小时左右 鸡肉 鸭肉 鹅肉 这类肉质细腻的食材 需要腌制24个小时 到48个小时左右 这些都是王大哥 在研发粽八叶系列美食的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 粽八叶用来煮水 腌制食材 那么粽八杆 到底有什么用呢 好 王大哥 这个是咱们腌制好的 这个羊蹄怎么处理 这腌制好了 现在我们要熏制了 用八叶水腌制 再用八叶杆熏制 香上加香 能够把这个水分给去掉 熏干 熏干 咱们得熏多久啊 这一会儿 这个熏的时间 在十个小时 经过长时间的腌制 粽八叶水的香味 已经渗透进了羊蹄之中 接下来 就要用粽八杆熏制羊蹄了 王大哥说 这是为了在腌制的基础上 再为羊蹄附着上一层植物的清香 特制烤炉上面 挂上羊蹄 下面点燃粽八杆 粽八杆燃烧的烟雾 就可以熏制羊蹄了 经过十个小时的漫长熏制 羊蹄表皮变得更加紧实 王大哥说 羊蹄有了粽八叶的清香还不够 脆皮的口感也不能忽视 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能做点什么呢 炸油了 都开炸油啊 山袋 山袋 几颗 几颗 淘果 淘果来一点 来两个 小茴香是吗 对 白克这可以多一点 热炒果 把这些香料放到油锅里 让它充分入味 将八角 山奈 等调味料 依次下锅 炸至三分钟左右 激发出调味料的香味 然后放入姜片 继续炸至两分钟左右 油锅中的香味更加浓郁 将锅中调味料的残渣捞出 只剩下香味满满的调料油 制作到这儿 终于可以开始炸羊蹄了 现在熏好完之后 把它熏黑的地方呢 洗掉刷掉 刷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斩断 再到油锅去爆 炸一下 炸一下 炸的目的就是取到 它脆皮的作用 是不是您说还得斩一下 是 要把它斩成两件 哎呀 这刀工啊 羊蹄放入调料油中炸至 羊蹄表面变得更加金黄 炸过的羊蹄放入冷水中浸泡 羊蹄表面愈冷收缩 口感变得更加紧实 有嚼劲 那咱们下面怎么做呢 下面放一层这个八盐嘛 铺上去 你看啊 我们的小刀同志啊 你勤快得很哦 要是没有结媳妇的话 我给你盖上一个好媳妇 那欢迎 加这个羊蹄在里面了 然后叫红油 要倒到里面去 倒到里面去 就在火上面去炖去了 炖 所以最后一道炖煮 就是为了补充羊蹄当中缺湿的水分 使最终成品 外表酥脆 内里软糯 煮过水的粽八叶 铺在砂锅底部 放上羊蹄 炖煮的过程中 再次为羊蹄增香蹄味 熬好的红油汤底 则为羊蹄增加了一层辛辣的味道 这道庆祝元旦佳节的 纵八叶脆皮羊蹄 就制作好了